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 涉及伊朗黑客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干预行为 根据FBI的报告 这些黑客向拜登的竞选团队 发送了从特朗普竞选团队窃取的敏感资料 这不仅引发了对选举干预的担忧 也让人质疑美国政治的网络安全防护 这些窃取资料的电子邮件 在夏季期间大量发送 却遭到拜登团队和多家媒体的沉默 特朗普竞选团队则强烈要求拜登和哈里斯澄清 是否利用这些资料来损害特朗普的形象 伊朗方面虽然否认这一切 但美国官员们依然对外国势力 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选举中的影响保持警惕 随着选举日的逼近 这一事件无疑让人们对选举的公正性和安全性充满疑虑 让人不禁思考 如何保护选民免受外国势力的操控 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 隐藏着国际间复杂的政治博弈和网络安全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政治季节中 信息的流动和安全性变得尤为重要 根据美国执法和情报机构的报告 这个夏天 一群伊朗黑客向拜登竞选团队和多家美国媒体 发送了从特朗普竞选团队窃取的机密资料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对选举干预的担忧 也让人们对网络安全的脆弱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根据FBI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和网络安全及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的联合声明 这些伊朗黑客在6月底和7月初 向与拜登竞选相关的人士 发送了为金请求的电子邮件 这些邮件中包含了从特朗普竞选团队 窃取的非公开材料的摘录 尽管这些电子邮件中包含了敏感的资料 但拜登及其团队并未对这些邮件做出回应 且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查看过这些信息 政治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 同样收到了这些被窃取的信息 但他们选择不予回应 FBI在周三的声明中指出 伊朗的恶意网络行为者自6月以来持续努力 将与特朗普竞选相关的被窃取的 非公开资料发送给美国媒体机构 尽管伊朗否认干预美国选举 但在8月 官员们警告称 德黑兰正在试图在11月5日的总统选举前煽动不合 在这一消息曝光后 高级竞选官员表示 FBI在过去48小时内告知特朗普的助手 伊朗黑客窃取的信息已经发送给拜登竞选团队 情报官员认为 德黑兰将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视为对伊朗的更大威胁 相较之下哈里斯领导的白宫则被认为威胁较小 对此 特朗普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乔·拜登和卡玛拉·哈里斯应该公开是否利用这些被黑客攻击的资料来伤害特朗普 值得注意的是 拜登在7月21日退出了白宫竞选 随后由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接替成为民主党候选人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对来自伊朗的电子邮件表示谴责 称这是令人不快和不可接受的恶意行为 而且只有少数人将其视为垃圾邮件或网络钓鱼尝试 伊朗在纽约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对于周三的评论请求 并未立即作出回应 近几个月来 官员们已经对试图影响11月选举的外国对手采取了刑事指控和制裁措施 包括针对一项秘密的俄罗斯行动的起诉 该行动旨在向美国观众传播钦克里姆林宫的内容 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国家新闻秘书卡罗林·利维特 在接受《独立报》采访时表示 这进一步证明了伊朗正在积极干预选举 以帮助哈里斯和拜登 因为他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会恢复对伊朗的严厉制裁 并反对伊朗的恐怖统治 利维特要求哈里斯和拜登对他们是否使用了伊朗提供的被害材料 来损害特朗普总统的名声进行澄清 并质疑他们何时知道这些信息 在这样的背景下 执法机构查获了32个与俄罗斯有关的网站 检察官表示这些网站旨在在2024年选举前散播虚假信息和不合 并提升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此外 两名俄罗斯国家RT网络的员工 也因为发起一项价值1000万美元的宣传活动而被起诉 该活动旨在招募受欢迎的右翼社交媒体影响者 这一系列事件让人们不禁思考 当今的选举环境中 信息的安全性和透明度是多么的重要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选民们需要更加警惕 确保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是真实的 而不是被外国势力操控的工具 正如特朗普竞选团队所言 这不仅仅是关于一场选举 更是关于国家的未来 然而 当政治风暴席卷美国 体育界也有令人振奋的消息 三次冠军得主卡梅隆 史密斯确认参加澳大利亚PGA锦标赛 这一消息让高尔夫迷们期待不已 这位昆士兰选手将与未免冠军 米恩、武力和其他大满冠冠军选手杰森 代一同参加今年在皇家昆士兰 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比赛 时间定于11月21日至24日 对于高尔夫迷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特别的惊喜 史密斯还将参加昆士兰PGA锦标赛 这是2024横线25年澳大利亚挑战者 PGA巡回赛的第五场赛事 将于10月31日在纳吉高尔夫俱乐部举行 史密斯在澳大利亚PGA锦标赛的 辉煌战机令人印象深刻 他在2017年和2018年连续夺冠 并在2022年再次赢得冠军 如果他能再赢得一座乔科克伍德杯 那么这位2022年英国公开赛冠军 将与罗伯特·艾伦比和诺曼冯尼达 成为四次PGA冠军 仅次于凯尔纳格尔的六次 和比利·邓克的五次 31岁的史密斯一直是澳大利亚高尔夫 和澳大利亚挑战者PGA巡回赛的坚定支持者 他的到来必将再次吸引大量观众 来到他家乡的锦标赛 史密斯表示 回到昆士兰是我年度的亮点 能在家人、朋友和所有高尔夫迷面前 比赛总是特别的 希望能接近领先位置 他补充道 今年我将参加BMW澳大利亚PGA锦标赛和昆士兰PGA锦标赛 这对我来说将是不同的体验 但我真的很期待回到家乡的这两周 他还表示 当然我希望能赢得两场比赛 但面对这两场比赛的参赛选手 这将是非常困难的 史密斯认为 在纳吉高尔夫俱乐部的比赛 将是他为皇家昆士兰的比赛做好的准备 希望能以最佳状态回来争夺桥科克伍德杯 澳大利亚PGA首席执行官加文科克曼表示 能够邀请到史密斯参赛 对于这两场赛事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他说 我们都喜欢看到卡梅隆在澳大利亚打高尔夫 我相信他会在皇家昆士兰和纳吉高尔夫俱乐部的比赛中 努力为家乡的观众带来精彩的表现 这一切都让人期待卡梅隆史密斯 在即将到来的赛季中能够展现出色的表现 为他的家乡带来更多的荣耀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 无论是政治还是体育 都在不断考验着人们的智慧和勇气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 我们要认识到伊朗黑客窃取特朗普竞选团队资料 并发送给拜登竞选团队的行为 这是一种严重的国际网络犯罪 这不仅对美国的选举安全造成了威胁 也揭示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 试想 如果这些资料被利用来影响选举结果 这将是对民主制度的巨大挑战 事实上 根据微软的报告 这些黑客行为早有征兆 伊朗黑客早在六月就开始进行网络钓鱼攻击 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 如何加强网络安全 保护我们的选举制度 各位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重要事实 那就是拜登竞选团队根本就没有回应这些电子邮件 甚至没有查看这些资料 这就像是邮箱里收到了垃圾邮件 我们谁会点开呢 这更像是一场无厘头的网络闹剧 而不是一场严肃的国际阴谋 更何况伊朗政府也否认了这次黑客攻击 这些指控更像是一种政治博弈 而不是时局性的安全威胁 谢琪琪 你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说 嘿 这只是垃圾邮件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你要知道 这背后涉及的是国际间的网络攻击和选举干预 就像二战时期的情报站 这些资料一旦被利用 可能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 更何况 FBI已经确认了这些黑客行为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根据一位高级竞选官员的说法 这些信息的泄露是在6月和7月期间进行的 时间点也很敏感 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些问题 未来会有更多的外国势力试图干预我们的选举 楚天书 你说的这些确实让人感到紧张 但更像是拿破仑时期的假情报策略 拜登和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根本没有使用这些资料 这已经是公开的事实 更何况 这些电子邮件也发送给了多家媒体 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但他们同样选择不予回应 这不就证明了这件是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威胁吗 所以 与其大惊小怪 不如专注于如何加强我们的网络安全措施 防止未来发生类似事件 谢琪琪 你的观点我不反对 确实 我们应该专注于加强网络安全措施来防止未来的事件发生 但我们不能忽视现实 这次事件已经发生 并且揭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即我们的选举系统在面对外国势力的干预时 是多么的脆弱 这就像是冷战时期的间谍行动 虽然看似没有利己的危害 但长远来看 对国家的安全和民主制度是一种潜在威胁 根据FBI的报告 这些黑客行为是有计划 有组织的 这不仅仅是几封垃圾邮件那么简单 因此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我们的选举安全 楚天书 我同意你的观点 选举安全确实至关重要 但我们也要理性看待这次事件 事实上 拜登和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已经对这些来自伊朗的电子邮件表示谴责 称其为不可接受的恶意行为 这表明他们在道德上市站 在正确的一边的 而且从结果来看 这些资料并没有被使用 这也许是因为这些资料并没有实质性的价值 更有趣的是 这些电子邮件被大多数人视为垃圾邮件或者网络钓鱼尝试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古希腊时期的特洛伊木马轨迹 虽然看起来很吓人 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所以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如何防止未来的网络攻击 而不是过度放大已经发生的事件 6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6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